好 再来我们看看新北市实定的皇帝殿 虽然这边海拔不高 可是却是很多好手公认 挑战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山域 因为山市陡峭 常常有失足事件 甚至日本人还给它一个封号 那就叫做子王谷 尤其说到皇帝殿 最让大家心惊胆跳的 就在于它的顶峰 狭窄又平滑的棱线 一次只能一个人通过 只要一不小心失足 就可能跌落山谷 连遗体都找不到 在十多年前 发生一起离奇的事件 有一位老翁 他在皇帝殿离奇失踪46天 即便后来找到遗体 但是搜救队却发现了 更多的问号 绿树成印 愁名鸟叫 皇帝殿登山步道 是新北市定最著名的风景区 这里分为东西风 海拔高度都不到600公尺 但这里其实没一般人 想象中那么容易清静 这里的坡度陡峭 光是走十街就不轻松 更别说过了半山腰之后 登山客只能拉绳索 攀上一条又一条的临间小径 甚至还会遇上近75度的岩壁 必须拉铁链向上 想挑战宫顶没这么简单 这个其实在日据时代 日本人就觉得这个地方 不容易攀爬的地方 所以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为死亡谷 这个称号太惊悚了吧 但别怀疑到了山顶 你就会发现这个称号名符其实 宫顶之后就会发现景观 变成像这样子的岩石峭壁 走起来特别惊险 虽然可以一览群山美景 不过要特别注意脚下安全 因为不小心可能就会跌得 粉身碎骨 很怕就是说它的临线 是间光滑间锐 走上来的时候 这边没有这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比较稍微 椭圆形的地方 我们都必须要这样子 跨着 然后这样当狗 这样子慢慢这样子的往前爬 皇帝殿东风与西风的连结 一般人只能走棱线 由于两侧都是深谷 往下看会不自觉心惊胆跳 就算新设了护栏 但是一步留神脚一滑 还是会有跌落深谷的风险 大家不小心掉下去 有时候夏季就没上来 死了很多人 真的是死了很多人 死很多人这句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2011年的山难事件 更让皇帝殿蒙上一层诡异面纱 他流着血 他滴着血 他从北风口路口一直走一直走 你不能说他因为他82岁他就该死 声泪俱下是因为他的父亲 曾姓老翁攀登皇帝殿之后 一度人间蒸发 他是去参加那个 他们那个就是火车站那边 万火车那边有那种什么 一日游 皇帝殿一日游 然后他参加报名之后 他跟他老婆还有跟他一个朋友 三个人一起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那一天成姓老翁一行三个人准备入山 老伴因为身体不适为游没有上去 只有老翁跟同心友人上山 没想到走着走着发生状况 那他们上去的时候 其实他们走在上面的林线 也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因为他可能这个老先生 对草药比较蛮有研究的 所以他跟他朋友说 突然间说可能我发现一个草药 他就说我蹲下去采一下草药 就是在蹲下去那一刹那 他朋友才一转眼 这个老先生就不见了 奇怪 老翁忍呢 如果你不小心掉下去 另外会叫嘛 都没有 他就觉得是不是他走去别的地方 结果他就也是慢慢慢慢 跟其他队伍这样走下去 每次下山的时候 在集合的时候 这个老师先生一时钟都没有出现 才发现说事情严重了 陈县老翁失踪了 任凭搜救队怎么找 几天过去了就是找不到人 有一个消防队发现他附近 有他的那个什么皮包的那个踪跡 所以他们垂降下去 大概就是在林线的六公尺 真的发现他的皮包 事隔八天找到皮包 这表示人应该坠骨了 再往下找找看 后来就等到那个一个飞鹰登山队 他们就是照他原来的地方 继续垂降下去 八百公尺 等他在下面最谷底的时候 本来以为会发现他 结果没想到 没看到他的人 谷底也没人 怎么可能 老王已经八十二岁 专家研判凶多吉少 但正所谓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 既然在八公里外 八公里外 距离这个地方 最弱地方的八公里外 发现了他的遗体这样子 事隔46天 终于发现老翁 城市在八公里外的一处西沟 这未免太离奇 八百公尺的距离的话 一般人是没办法生还的 而且他并没有 就是说并没有说摔伤的 那个很严重的那种痕迹 而且那他有可能是走下去的 这么陡峭的地方 都要专业人士才有办法垂降下去的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走下去的 真的到现在也不是个离码 迷洋般的还不仅如此 一个跋巡老翁坠骨受伤之后 怎么还有能力走八公里 登山界议论纷纷 怀疑这与他们有关 包括这个老先生 包括之前很多的 在那边迷路失踪的人 也是传说 可能是被这矮黑人带走这样子 关于矮黑人 至今都没有人看过 却存在于原住民的传说里 相传矮黑人力大无穷 甚至还会妖术 曾协助原住民对抗日本兵 莫非是定深山里 也曾有他们的踪跡 后来发现说 他们是可能 这些矮黑人是拒绝在 这个皇帝殿这一带 于是他们就放我 然后整个用火工 把他们做大规模的烧伤 想要把这些矮黑人 做一次的把它剪灭掉 是吗 有关矮黑人之谜 跟陈姓老翁刹难事件 两者有没有关联 至今无从证实 其实就连皇帝殿这个地名 从何而来 至今也莫种已逝 传说一箩筐 最著名的是与它有关 第一说听说是跑到北台湾来 那时候也没有人知道 他是朱仪贵 也不晓得是哪一个人 相传石定山区 曾是朱仪贵的藏身之处 因为有人曾看过一名 自称姓朱的白发老翁 在一个山洞里现身 一转眼他竟然消失 有人说在那边休息的时候 看到说在一个天气转换的情况下 有一个白发老人 他乘着银路飘然而起 说是不是他们 他已经真的升天了 后来有人在山洞里 发现一个骨灰坛 怀疑就跟朱仪贵有关 引发当地居民议论 也许这个有什么灵穴 有极穴 极地就对了 他就把家里的那个 祖先的那个骨灰坛里 拿去摆着 他一传石 石传摆 传出器很多人都拿去摆 他拿去摆结果没多久 其他的都会倒掉 这个也很神奇 其他倒掉只有那一个不会倒 这未免太不可思议 说是不是真的 先到了可以当皇帝 后到了就可以当城 当那个官城一样 后来就称为说 那这个真的是像一个皇帝殿 后来就被称为地殿风 但是皇帝殿终究没有出过皇帝 偏偏地名由来的版本 都与皇帝有关 还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以前有一个年轻人 他喜欢练剑 跟老师学剑 记得说有一天在魔剑的时候 他沾水 他在甩水 他甩水不小心 把他自己家里养的鸡 一甩过去 鸡刚好在旁边 鸡头被他甩掉了 被他砍掉了 那妈妈就很生气 跑过来责备他 不得他牵告 还是继续甩 不小心又把妈妈的头 又又砍了 练剑练到误杀了妈妈 这也太离谱了吧 他说事情又大掉了 后来他就说紧张之下 说赶快跑 他跑到这个皇帝殿 慈殿这个地方来 他自并来到 来到这边就拿着保健 跑到这边来 自己称王啊 即便传说都很荒唐 却因为皇帝殿这个地名 让人员罕至的石顶深山 打开了知名度 或许这里本来就没有皇帝 不过地形地貌 都跟帝王之家一样 深不可测 才会吸引更多人想来 一探究竟